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虽然说最终的一个行情 它只有下跌1.57点的一个幅度 但是大家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呈现了大幅度震荡的走势 从早盘最高点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看到13,031点的位置 当时是上涨超过400点的一个行情 但随后从9点半过后 指数的一个回档幅度就非常的一个快速 最低点甚至是来到了12,533点 换句话说今天的高低点的差距 大概是48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在一个绝对高档的位置 搭配上说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来到3,432亿的一个成交量呢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心中应该都会觉得怕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分析师 都告诉大家 当高档出现所谓的一个爆量长黑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一个多头行情的一个结束 因此我相信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现阶段其实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在于 老师那这个行情的多头 是不是真的在今天正式化下句点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想还是要简单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个预估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早上大概8点40分左右 提供该台股最前线Teregrim的一个群组 当时我们对于盘式的一个分析 那你可以看到盘式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偏多 而且是一个做多的看法 但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再跟大家去做强调 你在看这个所谓盘式分析的一个同时 你不要忘记了你要去看指数的预估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预估值是多少 12803 换句话说当然啦 如果你以最终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 的确我们今天预估值在盘中的时候 也去跌破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至少你不会在13000点当时的一个高档 去做一个追股票的一个操作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 每天我们对于盘式的看法以及指数的预估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说投资朋友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避免掉一些所谓追高杀低这样的一个风险 好那回过头来呢 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其实最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说 当今天这一根爆量长黑可以出现之后 它到底会不会造成行情的一个反转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下方这个技术指标 先跟各位做谈起 大家看到的这是日KD的指标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K值是68.5 D值是来到72.72 换句话说呢 今天的一个KD指标 它是出现了转折向下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如果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呈现大跌的 那大家会觉得说 KD指标出现转折向下 好像也还好嘛 但是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创新高之后的开高走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当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它代表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就是多头的一个温度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它会正式开始降温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应该这样子说 就是说如果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呈现下跌的话 那KD指标修正很正常嘛 但是它是属于创高之后的一个 反而出现转折向下 这种通常就是代表多头降温的一个讯号 那大家所谈到的爆量长黑 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反转 我个人倒是认为说 其实这个要必须要观察后续的一个走势 不能够从单纯今天一天的一个行情当中 你就下出一个行情绝对会反转的疑虑 但问如何 3443亿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它的确是过去这一个波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最大量 所以波段最大量 又是500点左右的一个黑K棒 我想整理的一个行情应该是在所难免 那后续大家要观察什么样的一个重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日线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画面当中 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条蓝色的均线 在下个应该说在这个所谓的下周之后 它会开始快速去做扣高 因此我认为这个行情 到底有没有要开始做反转 到了下个礼拜应该就会变得比较明朗 那为什么是下个礼拜 因为你从整个扣底的位置来看的话 扣底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面 它是扣那个连续三天碰那个十字线 十日线的那个十字小黑K棒 所以这三天它不会出现太大幅度的波动 但到了下个礼拜一 它开始往上垫高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再度出现跌破十日线 那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过的三个条件 包括了台币的升值 包括了日KD指标的这个转折向下 然后以及像是十日线能不能够游手 那其中如果有两个条件 它都符合的话 那当然投资朋友你就要特别留意 这个行情会不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反转 但问如何 你不能够让自己的一个操作陷入到 比较被动的一个境界里面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其实带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做了一件动作 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想我也不会言的 今天我带我的投资朋友 这个所谓停损手中大概一半左右的一个持股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一方面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行情 它走的是所谓的一个 峡浮高档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之后 再往上去做功高 你这个时候你把资金抽出来 你手上会有现金 去布局下一波强势的一个股票 那如果说后续的一个行情 真的出现反转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你至少抽出一半的资金 你才不会在这种所谓 不要说30年的高档 在台北股市最高点的一个位置 你套在那个位置 后续你要解套的难度上面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刚为什么讲说 我们不要陷入到比较被动的一个境地 简单讲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的操作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当然你也可以等待 就是这个行情会不会整理一下之后 再往上去做攻击 那当然你也要考量到一个问题是 那万一往上攻击的时候 它会不会涨到你手上的一个股票 那当然你也可以主动出击 就是趁着这个时候 先把手上的一个个股 先去做一些调整 调整出来之后 你再来去布局新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你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 好 因此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呢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子看 就是说你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特别帮大家谈到 这时候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你要优先去做一些调整 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再来去布局所谓强势股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知道大家其实今天看分析 分析的一个节目 大概10个分析师里面 大概会有9个都告诉你说 他手上的股票今天还是创新高 怎么样 但是我说真的 你在追逐那些创新高的股票的 这些动作之前 你要去调整你手上的个股 他对你来讲 他才会是一个最安全的操作策略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简单稍微谈一下 如果说以现阶段的 这个上市跟上跪 到底手上的个股是强势还是弱势 他要怎么样去做判断 你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准则 就是他跟指数来做比较 他到底是属于强势还是弱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上市 他是创新高对不对 他指数是创下新高 那如果说你今天创新高 黑给棒 比如说像是254连发科 比如说像是2330的台积电 通常这样的一个个股 我们就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弱势的一个个股 但是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指数创下新高 但是他却跌破月线 那当然这个某种程度上面 他的股价走势就比较弱势一点 那如果是上贵的一个股票来看的话 因为现阶段上贵的一个上贵的指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阶段的一个指数是来到了这个 大概最近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低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想其实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手上的一个个股 也是类似这个贵买指数 他是创下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低点的话 那当然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他也是属于弱势股 那实际上最好的一个范例 当然是生计股 但是生计类股的部分 其实我昨天有跟大家谈到 那个4743的一个合一 对不对 那合一的部分今天虽然说没有打开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个生计股 在今天都出现反弹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一个成交是2863张 我认为明天应该就能够打开 点灵板的一个位置 那对于生计类股来讲 他当然会有一些带动的效果 不过这个我想今天其实已经有 非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问了 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做一个赘述 我们回过头来 讲我们刚刚要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 几档比较人气的一些个股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6278的一个台表科 那台表科的一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这档个股是不是在 应该说在三天之前 它的一个股价就已经开始有出现跌破 月均线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那这档个股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同时这个其实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土洋对错的一个股票 你要看的是外资还是要看的是投资 因为这个台表科 它是一档非常标准 土洋对错的一档个股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要看那个股价的 当然一方面你要看谁买的比较多啦 那另外一方面你要看的是在于说 当那个价格 因为大家的平均价格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当跌破或者是突破 那个平均价格 通常就是哪一方会胜出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从这个台表科的一个 这个投信的一个进出场来看的话 它7月份以来一共减少了4,313张的一个持股 那成本大概是135块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昨天开始 它跌破了投信卖股票的一个成本 那换句话说投信卖的是对的嘛 这个其实就会给外资 它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 那接下来的一个月均线呢 不过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说 接下来的月均线它是属于跟涨跟跌 它不是助涨助跌 差别在哪里 我如果今天我的均线是已经确定下弯的 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一个助涨助跌 比如说我是上扬 那我就会有推升的一个力道往上 那如果是下弯 那就是一个往下 这种所谓盖头反压这样的一个力道 但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这是属于所谓的一个跟涨跟跌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你如果就扣底的一个角度来看 现阶段其实大概在这个所谓六月底六月下旬那个位置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它接下来扣的都是比较缓慢的一个走势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它只要稍微当天股价涨幅大一点 那个月线就会呈现上扬 然后当天的那个跌幅稍微大一点 它的月均线其实就会呈现下弯 这是我刚刚所谈到的跟涨跟跌的一个概念 那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在哪里 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它短时间之内 它不会构成所谓的一个盖头反压 这是我要跟大家所提醒的一个重点 那后续能不能够去做反弹呢 你要观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在于整体月均量的一个部分 如果是在月均量以上 它才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反攻前高的一个机会 那至于说月均量是多少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因为那个 就是图卡它这个只能够放两格 因为你如果放太多 那个图会变得非常小 我们来看一下月均量 现阶段的一个台表科的月均量是多少 现在的月均量是一万两千五百六十八张 所以你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量以上 它会比较有利于你的股价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好那除了台表科之外呢 另外包括像是六二一三的连帽 好连帽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这档个股其实也是我们过去操作过的一档股票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档个股在今天的一根长AK之后 它的确是有一点那种头部成型的一个味道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七月份以来 头信大概减码了九千三百三十九张 成本大概是在一百四十五块半左右 所以你从这个价格来做考量的话 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根长AK 去跌破了当时这个头信减码持股的成本 所以我是不是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 到底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 当然不是说法人一定是对的 但是当你去跌破或者是突破那个成本的时候 通常就代表他们正式去做胜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股价表态 其实就会比较强势一点 那相较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台表科 你可以发现这一档个股 它是月线季线 其实都是呈现下弯 所以这个部分它对于股价而言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因为今天是跌破一百四十二块 那我们应该说以除息之后的高点 就是这个高点来看的话 它是一百五十二块 那换句话说呢 我如果等幅测距往下的话 大概是十块钱左右的空间 是一百三十二块 那大家会想说老师 一百三十二块 也不过就是五块半左右的一个空间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因为这个股价在高档整理 你看大概从六月的上旬 一路到现在七月的下旬 它大概整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要么你打底在一百三十块附近 打底两个月 要么你快速回档 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那如果是快速回档时间换取空间的话 这个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那个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一百二十六块半 它就不会是前波 它就不会是这个波段的一个低点 这可能是投资朋友要比较留意的重点 那另外在这个六五三一的一个爱普 当然这档个股也是过去非常彪悍的一档个股 那你会发现其实法人琢磨的张数不多 所以你或许会觉得说 老师外资从六月五号以来 也不过就减码一千两百六十一张 对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以这个法人应该这样讲 他们前面当然买了还不少 但是最近期开始去做调节来看的话 它的确最近的一个外资持股 它是来到了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水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一千两百六十一张成本是三百九十六块 所以一样的一个概念 它是跌破了当时我们所谈到的 外资开始去卖股票的那个平均成本的时候 当然就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股价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发动 那月均线开始去做扣高 因为现阶段扣底的这个位置 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它会扣这一段往上去做扣高的同时 那当然后续的那个月均下弯的一个压力 它就会呈现逐步的加重 所以手上持有这两个股的投资朋友 你可能要观察这个前波低点 三百四十五块半能不能够游手 那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事实上大家看到季线在下面做防守对不对 但是季线你看因为这股价从一百多块拉上来 它根本不构成所谓的应该让说 它其实没有太强势的一个防守的力道 那如果说你这个所谓的前波低点去做跌破的话 它这个是不是一个明显的头部 那当然对于股价而言 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修正的压力 好那这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些上市的一个个股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些 所谓上跪的一些人气股 包括像是三二三四的光环 我想不只是光环 其实你如果有去从产业角度出发的话 你会发现包括像是4979的华星光 对不对 没有跳出来 4979的华星光 包括像是这个4908的前底 这个是今天打到跌零板的一档个股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这整个族群它的股价 其实都在往下去做一个修正 好因此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所谓光环 这样子一个个股的表现 那实际上这两个股 你会发现 从7月13号以来 外资减码的持股是3814张 成本是50.4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样的一个概念 月均线现在扣底的一个位置在这里 那接下来它会连续性向上去做扣高 原则上如果到礼拜五之前 这个股价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强势反弹的话 月均线就会开始去做一个下弯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 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跟大家所提醒的都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时间 它的技术面会加重它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个就是给投资朋友说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续报 看看有没有那个反弹机会的话 那这一些时间点可能大家就要去做特别的留意 那另外这档个股其实有另外的一个特色是在于说 这档个股其实有一点这种头肩底的味道 头肩底的味道 当然前面走得很快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有试图要拉起来对不对 但是拉起来之后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然后连续两根黑黑棒 理论上来讲 它如果说要做的是一个右肩的一个反弹的话 那右肩反弹通常它所代表的就是你要有一定成交量能 那当然成交量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月均量的一个水准 能不能够带出来 如果不行的话 它就告诉你说这是右边的肩膀 那右边的肩膀弹起来 你当然其实你要去做一个退场的动作 如果没有带成交量的话 你就要去做退场 那当然如果有成交量的话 那你就要看那个成交量是怎么样去做发展 到时候如果说盘式当中有出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再来跟大家做分析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一档3374的一个精彩 那精彩的一个部分 虽然说没有这个跌破这个所谓过去半个月的低点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如果说以这个贵买指数来看的话 比较弱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应该是要跌破这过去半个月的低点 那虽然说它没有破 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接近 而且这两个股有非常多的投资朋友持有 所以我们还是简单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因为以这一波来看的话 台积电的概念股其实都有往上去做走高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低之后 你看包括像是3587的红康 对不对 包括像是3131的红术 包括像3443的创意 那至于像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3374的精彩 今天的股价跌幅是不是都比台积电还要来得多 很简单嘛 因为它就是因为台积电这个题材股价才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回头过来看 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大多数的股票 它都有土洋对坐的影子存在 但是重点不是说我一定要压外资 还是我们要爱台湾 投信一定会赢 我觉得我们要看的是那个价格 就是大家去买进或者是调整的价格 到底是被突破或者是跌破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大致上都是一些 这个外资或者是投信当初卖超的一个成本 被跌破的一些股票 所以你看到原本的成本是132 那132其实跟昨天的收盘价就差不多嘛 那今天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它是这个波段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波段第一次跌破月均线 通常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第一次跌破月线通常 通常应该都会要有反弹 应该都要会有反弹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它的月均线其实也是扣高嘛 所以你要谈你大概明天最晚礼拜四 你就应该要谈到月均线之上 你目前月均线来看的话是125.55 你至少也要在125附近去做整理 会对于它的股价表现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下挡 因为你看到这个股价快速上拉嘛 它的下挡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比较有效的一个支撑存在 所以大家可能要去做观察 如果说未来两天没有出现反弹的话 那包括月均线的下弯 包括下方的防守力道不强 这个其实都会造成精彩股价在跌的时候 它跌的速度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特别去提醒大家 你可能要留意你的风险 当然大家可能看了这一集之后会觉得说 老师那你在讲的就是台股多头结束了 我要再一次跟大家去做强调 这个行情到底多头有没有去做结束 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看今天 你要看未来两三天的行情 它怎么去做发展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包括我带会员 我即便我今天停损 我也是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上 你不能够这时候 你的股票已经弱了 然后你都完全没有抽任何资金 万一它行情真的下去的时候 你会完全套在高档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做调整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各位 你先把一些有风险的弱势股 把它调整出来 然后接下来 你要去布局强势股 比如说像是今天的LED 比如说像是今天的比特币相关概念股 你要去布局这些股票 我觉得其实都还来得及 至少你保有资金的状况之下 主动权在你自己手上 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念去提供给大家 但如果说你不知道说 老师那你讲的这些个股 如果我手上刚好没有这些个股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手上的个股到底是属于强势还弱势 那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需要夏老师的 给你一些建议或协助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台股这些前线 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属于我们的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这些线 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26538299 0226538299 想要加入我们行列 跟着夏老师一起操作的 或者是你有持股上面任何问题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7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1月28号的台股最后